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圣神学院即将开设新课程 手机电影拍摄与剪辑 课程将于10月27日下午2点开始 共4次课 教授将讲解如何使用iPhone或iPad 制作微电影及短视频 更多强情请访问北圣官网 nabiseminary.org 或扫描二维码 基督五家QT读经灵修将于9月25日开始 罗马书 热诚邀请您一同参加 每天诵读默想灵修经文 写下一点灵修心得 向人分享一节灵修经文 本年度第三次洗礼 将于今天下午在旧堂大堂举行 欢迎弟兄姊妹前往官礼 向新受洗的家人献上神的祝福 基督之家第五家是一个有宣教意向的教会 目前支持共有15家的宣教机构和多位宣教士 其中本家所拆派的宣教士有高右宋牧师和徐志美师母 他们在2006年成立基督教松竹关怀协会 在台湾关怀弱势群体 李燕儒宣教士 他在本地做泰国跨文化宣教 和马晓云师母 于1994年在泰北成立了基督教畅孔教育中心 向学生传福音 Allen Song宣教士 从事校园的福音师工 刘立成弟兄 拓展印度的跨文化福音工作 本教会所支持的其他宣教士有 江冠明牧师 从事少数民族的跨文化宣教 Win Low 他是一位艺术家传教士 运用艺术的影响力向不同的族群传福音 王首正传道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他们从乌克兰的基辅迁移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并在那里的华人教会师父 瑞天传道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迁移到了德国汉诺威市 并在那里开始了福音事工 黄光次牧师 大力推动华人参与跨文化宣教 训练穆斯林宣教同工 黄兴明医师 在缅甸筹建了医院并建立了教会 服侍当地的弱势群体 周指明传道 服侍于传任基金会 透过教育和医疗等扶贫工作见证基督 黄冠志牧师 在伊利诺州立大学从事学生福音工作 并牧养当地教会 蔡宋辉牧师 是欧洲校园的宣教士 张璐家牧师 是播种者国际宣教协会的宣教士 温汉关牧师 在学员传道会侍奉 余德利宣教士 负责迪安萨 College 和Footheal College的国际学生福音工作 Peggy Pollard 在International Students 从事国际学生的福音师工 Yu Wang Kong 服侍于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愿神继续赐给我们宣教的意向 使我们更有效地参与在主耶稣的大使命中 为神国的拓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愿主的旨意成就 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最近一次去印度的旨意 学校之旅 共去了五个城市 做了大使命门徒修炼 在宣布尔的弟兄介绍主在宣布尼泊尔东部建立家庭教会的情况 这里标策的比哈尔邦 我们去了两个市 在北边的帕特纳斯和南边的嘎雅市 对当地的家庭教会的领袖 做了培修 这里是北边的帕特纳斯 是我第一次去培修 而这里呢是南边的嘎雅市 是我第二次去这个地方培修 下面是去了西蒙加拉班的德布斯 一个是靠近蒙加拉国的斯特格里士 另外是靠近乌丹的多斯 这个是在斯特格里士 对来自印度两个邦 本尼泊尔 蒙加拉国的教会领袖进行了培修 这个是在靠近布丹国的多斯 这里是我第三次在这个地方培修 请五家弟兄姐妹祷告 求主通过这个事份兴起更多的何畅警却的工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